新党前立委冯沪翔 周六因为癌症逝世了 享受73岁 回顾新党在2000年 提名李敖和冯沪翔 打党参选正副总统 他曾任顾总统奖金国的秘书 国大代表 地法委员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教授 不过冯沪翔生前争议不少 2004年被控性侵菲律宾籍兼肩苦工 2016年10月被判刑了三年四个月定验 入肩服刑 关不到三个月 获诊保外就医 根据了解冯沪翔一个礼拜前 因为摔伤骨折住院开刀 结果发现癌症复发扩散了 不幸病逝 新党表示将会协助家属 处理后续的治丧事宜 其实这是我考虚点逝对 Argentina 比berry的 影连刑 一生 要 感谢观看